5月12日王源可在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宣传照 拍摄过程中温柔的王源可编换着各种造型 时而宛约 时而冷艳 王源可称自己生活中也是个很多变的人 各种造型都有 别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说你平时着装打扮是什么样子的 属于哪种类型的 我说我各种 也可能随时我的性格可能也会 有的时候会比较多变 有时候把自己穿成就这种比较甜美的 还有会很休闲的 也会很 男性化的那种 日前王源可和张国强主演的王海淘今年41 创下北京地区收拾冠军 取得了收拾和口碑的双赢 而王源可扮演的女博士 也因其清新甜美的演绎 在观众心目中赢得甜心巧克力的美誉 对于这个称号王源可会怎样看呢 甜心巧克力 甜心巧克力 我觉得我自己的肤色现在就甜巧克力的 可能她是在剧中唯一一个叫年轻 然后可能唯一就剧中很多 她的兄弟姐妹都是属于那种 很太闹腾了那种 可能唯一稍微正常的一点的角色 就属于她吧 而且是一个很安静很善良 很年轻的一个女孩 所以在里面她 是一个添加了很丰富的一笔 大家看着感觉好像比较甜心吧 在王海涛今年41中 王源可饰演王海涛的恋人 她对爱情不在乎年龄差距 也不在乎学历悬殊 王源可笑称 生活中如果碰到王海涛这样的人 自己也会分起直追 我觉得这个感情爱情之间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障碍的 我觉得虽然她学历并不是很高 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 买摆摊卖小儿书 然后一直到后来有创下很大的业绩 是一个在世界上很成功的男人 但是她具有很多善良 具有责任心 家庭当中就撑起了很大的重任 我觉得是具备好男人身上所有的素质 并不是说她学历高了 学历高了跟做人我觉得相互不牵手的 是一个善良的人 珠希王源可正在拍摄一部 名为《侧凡者的碟战剧》 在剧中她要从20岁的少女 演到60岁的老太太 对此王源可表示 自己虽然压力很大 但对于自己半老很有信心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足够的细分 让大家看到我可能很年轻 很很漂亮的一面 所以到后面演老年的时候 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可能王源可也可以半老半成熟 就是中间的过程当中有成熟 有中年有老年 都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